中国一直以来 好多东西都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今天如果我们要拍一个清末的功夫片 你脑中马上出现的那些画面 都是我们看过的无数的动作片的画面 这些画面是重复的 你一听到太极也会想到什么 太极宗师张三丰嘛 始终是那些老先生老太太 两生老健庸的 穿着白色的衣服在那边耍那个漫漫的功夫 就是那门子拳法 无根无极 万法自然 太极 统统删除 新生代的观众 我觉得应该要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波花式 成长就一直说 你不能显得飞一点吗 怎么把太极做到比较年轻的话 片马行空 很有新鲜感 你就得发挥更多的想象力 一 二 三 开始 开 十二 中文 中国武术怎么样面对枪炮 一个男生怎么样从异物所有变成一个爵士英雄 整个剧情非常漫画画 就像打电动一样 动不放我们的机场 这部就是处处有高 高丑不断 一种我们所没有见过的一个清朝的世界 看过这部电影之后的观众 我一定不会想象的一个叫太极的片是这样的 它可以带给新的经验 新的鱼软模式 新的那种好玩的东西 2012年这个华尼的作品就是 太极之从零开始